中研院上修了今年的GDP来到3.42% 主要社会与国内需求带动 虽然食安风暴的影响使得民间消费降低 但是整体而言仍然可以保三成功 预期台湾明年的GDP是因为美国的经济状况不错 再加上油价大幅跌落将会呈现温和成长 可以给大家一个微笑 我们今年的经济的状况应该是一个温和成长 一站上台就给台下媒体们一个微笑 为今明年国内经济情势带来好消息 中研院经济所认为 美国下半年的经济展望呈现正面看法 加上油价等原物料价格大幅跌落 预期台湾明年经济成长率为3.38% 稳定成长 消费应该会有持续的改善 投资也是会继续稳定的增加 国内经济今年表现良好 在需求带动之下 中研院公布的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为3.42% 上修0.11个百分点 比原先预估的3.31%还要高 半导体产业资金易助 另外社会航空业添购飞机 前三季的民间投资年成长3.87% 加上油价持续下跌 运输产业对于未来半年景气也相当看好 减少这个厂商他们的这一个生产的成本 那自然这个厂商就会有更大的这一个 调薪 这个往上调薪的这一个空间 尽管明年景气渴望温和成长 但中研院也示警 还是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包括美国升息 以及中国大陆经济成长明显间患 欧洲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等都不能掉以轻心 戴军颖 陈介伟 台北报导